另外,黨內有同志苦頭提議要馬蘇貴救阿扁 這樣才能夠建構民進黨新的八年執政,怎麼看呢? 阿扁總統的問題,我想這個社會也有很多人表達對他的關心 那他的身體的狀況也讓人擔憂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現在的執政者,對於阿扁總統他的醫療上面的人權 還有在很多司法的對待上要求其公平 那阿扁的身體狀況是很多人共同關切的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他的醫療團隊可以把整個他的病情對社會做一個很詳細的說明 讓大家更能夠去了解他現在所處的狀況 而且他所需要的協助 那怎麼看馬蘇貴這個建議? 要馬蘇貴? 我覺得社會的對話是需要的 那現在有很多的國家的議題 其實他已經發展成是一個全民的議題 包括是年金的問題 包括反核的問題 還有很多國家所牽涉到的很重大的 而且很長期性的問題 都是需要有一個整個社會的對話的過程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除了朝野對話之外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有一個全民對話的過程 讓台灣可以凝聚共識 那很多所需要的改革才會有那個動力 那這個馬蘇貴裡面 需不需要談到政治解決四方 我覺得陳前總統的問題 在於他的健康的狀況真的很令人擔憂 那很多人希望看到就是說 他的醫療的情況可以得到確保 那他應該所得到的法律上的對待跟照顧 也必須要有這個法律上的醫療跟照顧 那我相信很多人不是在要求特權 很要求的是給阿扁一個公平的待遇 有人就是說就是過年期間 您一直都在跟國民打麻炭 這個不是口水戰 那也是我講過的 就是說政治人物都需要反省 那如果有所批評的話 我們也應該要反省 那我需要反省 那很多政治人物大家都要一起來反省 那執政者更應該反省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恭喜大家